我先来关注是2013年跟我国断交的甘比亚 宣布跟中国大陆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人在中美洲出访的马总统表达强烈不满 他说虽然事前已经掌握了讯息 但依旧认为极为不当 外交部长林永乐则强调 我国跟其他友邦的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马总统人在贝里斯拼外交 不过此时此刻大陆还有甘比亚却同时宣布建交 穿上陆政队的T恤 马总统出访贝里斯清澈一走起床 不过脸色却不太好看皱着眉头 因为曾经是我们邦交国的甘比亚 和中国大陆恢复外交关系 我们跟甘比亚在两年前 11月14号已经终止了外交关系 在这个事发生前 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资讯 但是此时此刻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仍然认为极为不当 我们要表示强烈的不满 不当不满踢得出来 马总统情绪真的激动 人在友邦出访 时机点很敏感 会不会产生骨牌效应 市长我们在所有的邦交国 我们的大使馆 我们的相关的同仁 其实也都持续的会提高警觉 会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 可是目前我们各方面的研判 并没有任何的危机 2012年马总统出访甘比亚 跟总统贾美两人好马迹 比溜溜球也比福利挺深 看似好交情 不过甘比亚却在2013年与我断交 现在投入中国大陆的怀抱 2009年马总统出访贝里斯 遇到地震 二度造访却遇到外交大地震 外交秀兵的政策面临考验 UDN TV 林伟絮 萧比 贝里斯 采访报导